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团首席代表古正刚等一行 和随同我国代表团到我国来访问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以及前驻华大使警口甄夫 今天下午4点55分到达台北的时候 受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张秦 和中日文京协会理系长何应清等人的热烈欢迎 古正刚在到达台北以后 曾经在机场接待室 就这一次参加会议的经过和大会的成就发表团话 他指出这次与会的各国代表一致认为 亚洲国家应该竭尽全力力切合作 以促进心理性安全 并且争取和平与繁荣